飞机里,男人拿出一捆麻绳,把一头绑在栏杆上,然后用另一头缠住了自己的腰 紧接着,他推开机舱门,探出大半个身子,朝下面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在2500米高空,汪洋大海,平整的就像一块水泥地 要是掉下去,肯定会摔成肉饼 但时间不等人,如果再找不到漏油的地方,飞机很快就会坠毁 于是,男人硬着头皮,侧过身子,小心翼翼地挪到了飞机外面 高空狂风呼啸,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他只能死死抓住窗户边缘,防止自己被吹走,可爬出去只是第一步 要想活命,男人必须松开双手,跳到飞机前面去 他努力睁开眼睛,确认好落脚点 与此同时,驾驶舱的女友也屏住呼吸,心顿时提到了嗓子哑 幸好,男人身体素质很棒,随着女友一声尖叫 他稳稳抓住机翼,成功跳到驾驶舱外面 稍微喘了口气,男人双手用力,爬上前挡风玻璃 紧接着,他用右手抓住飞机边缘,固定好身体后,又伸出左手 试图拧开飞机头部的基盖 不用,男人刚想用力,飞机却突然摇晃起来,差点把他甩下去 男人差点被吓死,怒斥女友没能把扣好操纵感 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他稳住心身,又再次伸手 终于拧开了基盖 然而,等看清里面的情况,男人的心却凉了半截 油管上不知何时,破开了一个大口子 珍贵的燃料像喷泉一样,不停往外骂 他不敢耽搁,立马拉开手上的胶带,用牙扯掉一段 然后再次伸出左手,把胶带紧紧裹在了破损的地方 确认燃料不会再泄露,男人这才长输一口气 准备返回机舱,不料他刚抬起脚,却一脚踩空 瞬间掉了下去,现好男人反应够快 用右手死死勾住支撑杆,这才捡回一条命 女友被吓坏了,顾不得操控飞机 连忙剪开安全带,跑到舱门处查看情况 可他光顾着着急,却忘了飞机的自动驾驶已经损坏 结果,男人刚爬上起落架,没人操控的飞机便突然转向 差点把他甩飞出去,女友知道自己又闯祸了 赶紧回到驾驶室,把安全带绑在操纵杆上 这才将飞机控制住,然而,等他回到舱门口 想把男人拉上来时,却发现他左手居然受了重伤 正不停往外渗血,更糟糕的是 腰间的安全绳,竟死死缠在了起落架上 动弹不得,情况紧急,女友来不及多想 女友这是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可是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 他只能鼓起勇气,松开紧盛的右手,紧紧攥住女友 然后咬紧牙关,朝机舱里纵身一跃 关键时刻,女友还真不含糊,居然把180斤的男人 硬生生给拽回了机舱,短暂的高兴过后 女友赶紧关上舱门,紧接着又回过头 检查男人的伤势,可刚掀开衣服,女友就被吓了一跳 男人左手小臂上有个大口子,断掉的骨头茬子裸露在外面 看起来十分恐怖,他不敢再看,手忙脚乱的翻出急救包 可急救包里,除了纱布和药片,再也没有能帮上忙的东西 这时,男人已经疼得不行,他抓起旁边的烈酒,想喝一口止痛 可女友却顿时来了灵感,抢过酒瓶,咕嘟咕嘟的往他伤口上倒 男人痛得惨叫不已,满头大汗,差点晕了过去 可这还没完,就在他疼得两眼发黑时 女友突然用力,嘎巴一声,把他断掉的骨头给掰了过去 紧接着,女友又折断衣架,当作固定板,用纱布和胶带,把男人的手臂包扎起来 这才肯松口气,处理好伤口,两人一同来到驾驶舱 油表显示,剩下的燃料还剩5%,应该能坚持到他们发现陆地 保险起见,两人决定为飞机捡住,把机舱的行李和座椅统统扔掉 这样,燃料能坚持更久,可扔到最后,他们却发起了愁 因为机舱里,还有一具沉重的尸体 飞行员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 这才使得不会开飞机的两人被困在天上,迷失了方向 两人很纠结,因为飞行员是他们的好友,把尸体扔下去,未免太残忍 但减掉几十公斤,所节约的燃料又能让飞机多坚持很久 最后,女友心意很,把尸体挪到舱门口,一脚踹了下去 减重之后,燃料消耗顿时降低,飞机继续在汪洋大海上航行 可是,没过多久,男人却发现不对劲 按照之前判断,飞机距离海岛仅有几十公里,应该早就到了 结果,现在别说倒,海上就连一块大碟的礁石也看不见 女友也蒙了,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这么干做着也不是办法 眼看燃料快要见底,女友竟亦想天开,抓起没来得及扔掉的烈酒 提议把酒加到油箱去,因为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男人表情复杂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 就算烈酒真能当燃料,可油仓盖在机翼上面 自己的手已经受伤,完全不可能爬上去 没曾想,听到这话,女友竟然自信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朝舱门走去,他死死拽住舱门把手 试探着摸到飞机上面的栏杆,然后一个翻身爬到了飞机顶上 高空狂风呼啸,飞机顶部光滑无比 机身只要有一点点抖动,女友就会从几千米高空摔下去 可他虽然怕得要死,却并没有打退堂鼓 反而拽着飞机天线,硬生生地爬上了机翼 女友顺着机翼往外挪动,很快便找到油仓盖 可找到只是第一步,他还得再爬回去拿酒 驾驶舱里,男人眼急手快,把烈酒从窗户里递出来 女友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抓着机翼,使出吃奶的劲 爬到油仓盖旁,然后用嘴咬开瓶塞 不料,他刚把瓶口凑进去,飞机屑突然颠簸 幸好女友反应够快,急忙扔掉瓶子抓稳 否则这下就能把他甩出去 不过,万事开头难,有第一次的经验 女友再次接过酒瓶,很快便爬回油仓盖 成功把烈酒灌进油仓,随着瓶里烈酒见底 油表竟真的涨了一小节 两人顿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于是故技重施,把剩下的四瓶酒 全都一股脑地灌了进去 当女友友情无险地回到机舱,刚反过神来 就听见男人兴奋地呼喊,他赶紧钻进驾驶室 惊喜地发现,原本快见底的油表 已经涨到了20%,而且飞机运转平稳 完全没有燃料不足的迹象 两人乐坏了,虽然20%不算多 但飞机只要多坚持一秒 他们就能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空旷的海面上,却仍旧没有出现陆地的影子 驾驶舱里,两人全神贯注地向窗外张望 期待下一秒能在海上发现什么 哪怕是一艘破鱼船也好 可是,眼看燃料已经消耗过半 他们还是什么也没发现 男人轻轻地摇了摇头 心想,或许这就是命运 无论再怎么挣扎,结果都无法改变 又过了一会儿,发动机冒出几股黑烟 伴随着一阵轰鸣,螺旋桨停转 突如其来的明镜让人窒息 两人愣在座位上,半少没有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女友才深吸一口气 对男人道歉说,如果不是自己早上化妆慢 错过了渡轮,他们就不用搭乘飞机 也不会被困在天上 可是到如今,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男人挤出一个安慰的笑容 深情地望着女友,不了 下一秒,他却脸色大变,难以置信地看向窗外 女友回过头,发现湛蓝的海面上 居然有一块白色的凸起,很明显是个小岛 虽然面积不大,但只要能落在上面 存活的希望,总比吊在海里大很多 两人很兴奋,心中在此燃起斗志 女友连忙用操纵杆调转方向 缓缓控制飞机,朝小岛滑去 希望近在眼前,可男人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女友只会打方向 不会降落,要是操控不当 让飞机砸在海面上,那乐子可就大了 他强迫自己镇静下来,让女友尽量保持高度 等飞机失去动力,贴着水面落在岛上就好 可下一秒,意外还是发生了 飞机重重地砸在海面上 巨大的冲击力,让两人彻底晕了过去 更糟糕的是,破损的机舱开始进水 没一会儿便沉到了海里 生死时刻,女友率先醒来 这次,他没有掉链子 而是从机舱里找出救生圈 把昏迷不醒的男人带上水面 幸好,小岛就在不远处 女友赶紧把男人拖上沙滩 用土办法进行抢救 男人呕出一大口海水,很快就醒了过来 劫后余生,两人瘫倒在海滩上 没心没肺地笑着 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这地方哪是什么小岛 分明就是退潮时露出的瘫土 没一会儿,海水便开始上涨 将瘫土一点点吞没 两人再也没有办法 只能瘫在原地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